今天的经文记载在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 这样说道 提阿非罗大人啊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着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我既从起初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今天的经文就记载到这里 路加医生是在新约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不单只是写了路加福音 我们也知道 他也甚至在后来也写下使徒行传 记录了整个教会的发展 从耶稣基督开始一直记录到 使徒的时代 路加的记录之所以那么的详细 是因为他要写给一个当时在 罗马当官的人 名叫提阿菲罗 这位的提阿菲罗可能是一个木道友 或者是一个初信者 因此路加为了让他更了解他所信的这位耶稣是谁 他就很详细的借着不同的人的记录 或者他们所述说的一些事迹呢 把他考察了 然后把他记录成书 我们知道路加并没有看过主耶稣本人 但是从路加福音的记载 我们就看到路加的确是一个非常详细 记录的人 他善于把这些人的见证 把他按着时间 按着次序 把他编成了这一本的书 叫做路加福音 而且里面所记录的不单单是耶稣的事迹 他还很详细的记录了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些的政府 基要还有人物 这一些的事迹呢 就在后期的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的时间的指标 也可以借着路加所提出的这些地理的位置 来更了解耶稣当时所处在的这一个新约的世代 因此路加是做足了功课 这一些向他提供资料的人 都是亲眼见过耶稣 而且他们也可以见证耶稣的事实 路加也在经文里面提到 他确实是详细考察的 而且是按照次序来记录耶稣的事情 所以作为路加福音的开头 路加很清楚地向我们保证 我们所看的这个时候都是真实的 而且他自己可以为此而担保 他是那个详细考察 又按着次序 是要把这一些的事实 要清楚地详细地记录下来 历史历代以来 我们看见有好多的非信者 他们都嘲笑 笑说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记录的 都是一些童话故事 都是一些自己边做边写的这些的事情 不是真实的发生的 但是感谢上帝 借着路加 他那细腻且又认真的记录 让当时的读者们都可以 很广阔地看到耶稣 他所做的事情 并且也给后世的我们 留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看见 从历史的背景 从地理 从整个的事情的发展 更加地了解耶稣基督 因此今天的经文 作为作者的路加 他是要很保证地跟我们说 你绝对可以相信 他所记录的这本的福音书 而且呢 这些的话语 这些的事情 都是真实的 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可以改变人心 因为这一些都是 确确实实发生 感谢上帝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主 感谢你 赐下你的话语 借着路加 详细地记录下来 而且借着他认真的考察 不单是让当时的信徒们 都能够看到耶稣的事迹 也让后世的我们 也可以借着路加的记录 更加地理解 耶稣所做的事情 但愿这个的道 也在我们的心中发芽 愿主带领我们 我们要在路加福音上 认真的考察 好像路加一样 感谢主 奉耶稣的名 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欢迎你来参加 认识耶稣 路加福音62天的查经 感谢你的参与 也盼望你能把 这个的音频 分享给你的朋友 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也跟你一样 在上帝的道中成长 愿上帝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